5年2.3亿,戴维斯签史上最大合同。 那么他将超过威少,成为NBA历史上新的最高年薪的领导者,之前威少与林平签下了一份5年2.05亿的合同,但是安东尼·戴维斯这份合同的年薪高达4600万美元,如果龙梅哥下赛季不是冲着詹姆斯去的话,那么坏掉经纪人的做法,就是为了自己的薪水合同了。 都知道龙梅哥现在身上的潜在价值已经完全超过了詹姆斯、杜拉特等人,因为他才25岁,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巅峰时期。 如果安东尼·戴维斯选择与自己的主队签军,那么几乎意味着终身无关了,但是来到胡人后,他与詹姆斯联手他们独怪的几率将会大增。 究竟怎样选择还是在浓眉自己,希望他能够好好把握自己的人生。 强如斯蒂芬·库里,在2017年7月1日和勇士队达成了一份为75年价值2.01亿美元时,球队都曾犹豫过是否要给库里这么多钱。 那时候的勇士管理层显得很犹豫,但最终还是给了,因为库里给勇士带来了总冠军,而这次戴维斯的合同是2.3亿美金。 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,而且醍醐还必须得掏钱,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,如果不掏钱的话,戴维斯大概率会去胡人,因为他一直想去洛杉矶。 现在看起来,龙眉或许是为了自己的2.3亿,才突然出手施压球队,这边的醍醐走上了绝路,他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一分不少乖乖掏钱,要么看着龙眉联手保罗,最后他很可能成为胡人的一员。